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也不知道七哥这是骄傲的笑呢 还是意味深长的笑呢 霍尊说自己全错 周深也是紧跟着霍尊的脚步回复的 同上 七哥表示自己呢 也是一提儿都没对 于是呢 看到连七哥都没答对 大家伙就开启了安慰七哥的模式 让七哥的心情非常的愉悦 小鬼看到这儿可骄傲了 老脸那么一台 傲娇rapper fan上身了 里面大喊 我居然是最高分 哎呦 我答对了两题 并且还放出了狠话 绝对没有人会超过两题 要是有我就把这个箱子给吃了 这一下七哥还能忍吗 立刻就将真实答案发出去 我对了四题 真的是生活总在锻炼人啊 大起大落的心情就跟爬山似的 小鬼哭哭 拿起箱子呢 就是咔咔的一顿啃啊 可得小心你这大门牙呀 没了牙可是没办法帅气rapper了呀 其实呢 这一次节目邀请嘉宾的时候 大家呼声很高的 就是周深很无意了 这两个人可都是胆小鬼 就是因为害怕 所以才不敢去学车 这下可好了 直接硬拉上正场 其实刚开始的小节目组 还邀请过周扬青 没想到吧 周扬青也不会开车 但是他给拒绝了 并且发文说道 自己学呢 就已经很难了 还要有全国人民看着我学 那就更学不会了 之后呢 他还跟粉丝表示 自己要是在节目中学不会呀 大家不会觉得他可爱 反而会觉得他是个智障 还是逻辑清晰的周扬青理性呀 另外一位则是蔡徐坤了 粉丝们也希望 坤坤赶紧的趁这个机会 把车给学了 但是坤坤方呢 并没有接受邀请 一定是行程安排不过来 呼声最高的五亿 也是人傻的不行啊 到了现场表示 自己完全不知道 考试要带身份证 并且在科目一的时候 也是咔咔一顿操作 最后得分85 真是操作了个寂寞 没事 时间再久啊 咱们也必须等到 你们都拿到家找为止 周扬青作为其中之一的嘉宾 在第一期的表现 就非常亮眼 当嘉宾们遇到科目一当中的 一道交通标志的题的时候 大家纷纷都被道题给难住了 毕竟大家现在还才刚刚报名 对于驾驶中的知识 了解的也不多 遇到一些比较冷门的题 回答不上来呢 也是情有可言的 就在大家都回答不上来 节目快要冷场的时候 周深立马接了一句神梗 也是禁止孔雀开屏吗 周深这个回答 让本来就比较严肃紧张的 答题环节 瞬间有了综艺活泼搞笑的氛围 张照刚作为节目主持人 在很多节目中的 控场能力也是一流的 不过面对于周深的 接着这个梗啊 连张照刚老师 都有点交诈不住了 一边憋笑 一边给大家解释 在交通规则当中 一定不会出现 禁止孔雀开屏 当然了玩归玩 闹归闹 不能够拿交通安全开玩笑 在细小之后呢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也及时向大家 科普了一下 这个交通标志的意思 原来啊 是禁止运输危险 物品车辆驶入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 有没有记住呢 说起周深 可能很多观众 都是近两年才认识他的 自从李玉刚之后呢 又一个空灵歌手 其女性化的嗓音 让人听完之后 不禁其一声的鸡皮疙瘩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声音本身是没有可挑剔的 一 经纪公司的不认同 周深自从参加好声音 唱完大鱼之后 不可谓是不火 但是没有发现 其经纪公司有什么助攻行为 不知道是经纪公司 根本就没有把周深当回事 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呢 在火了之后 经纪公司也并没有帮助周深 出专辑呀 扮演商货呀 等等一系列的 可以巩固明星地位的活动 周深这一匹千里马 终于等到了他的伯乐 高晓松偶然听到了他的声音 认为他的声音是 不可多得的声音 说给别的选手做专辑 还得多方面考虑 而给周深做那完全不需要 因为我的作品 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最后专辑也不负众望 高标准制作 由钱雷作曲 隐约作词 耗费三年才打造出了 《深的深》这一张精品专辑 2018年是周深最忙的一年 这一年中参加了两个 当下最火的综艺节目 蒙面唱讲 猜猜猜和深入人心 在如此高水准的音乐节目中 经纪公司不好好地 安排周深好好演绎 如何在节目当中出彩 不安排好的资源 为周深的演唱更上一层 反而还安排他出演好多商业 这真是没有人心 挣钱也不能这样 小编只能够从 人道主义上面谴责谴责了 而其他的经纪公司 不是忙着请大咖来帮忙做歌曲 就是忙着全国巡演 做专辑 参加其他的综艺 露个脸 而这些周深都没有 二周深本人的低调有内涵 对于唱歌来说 周深永远都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就是 我希望大家通过作品来认可我 就这么一句 稀松平常的话语 却让周深一直坚持下去 多次因为歌曲上热搜的周深 依然坚持这样做 对于做人而言 周深永远都是礼貌优先 总是微笑着面对一切 不管什么时候 总是90度鞠躬致谢 就算是一些幕后的 不知名的工作人员 周深也总是诚挚的感谢 就算去参加商演也是一样 所以周深的口碑还是不错的 周深有点佛系看待自己的星图 属于那种红不红看命的佛系 直播上自己的歌从来都不经营 没有宣传 没有演唱会 没有预告等等 作为周深最近才喜欢他的粉丝来说 从来都没有见过周深演唱会的消息 还只能从他的粉丝群里指导一二 周深的实力是高于他的人气的 而他演唱会的规模 又不能跟他的实力相比 周深的巡演 每一次只有一两千人 对歌手来说这真的是宁缺勿烂 每次买票都得数秒 然后简直是能够跟周鲜伦天王的那时候相比了 三 就现在的音乐市场性而言 周深的歌曲大多数都是比较文艺范儿的 不能够接地气 旋律也没有那么的洗脑 跟凤凰传奇相比较 那可是差的多了 广场舞天王那不是随便说说的 再一个就是 有些人天生就是对男生唱女生的歌曲有些抵触 这种抵触是天生的 是刻在骨子里的 所以说他的不火是有一定的定论的 如果说没有李玉刚的认可 估计周深想要被观众认可 估计还得需要再等几年 有人认为周深的歌路会比较的单一 说他的歌曲来回就是那些风格 可是作为他的粉丝来说 周深的歌路可是一点都不窄 从特别棒的歌曲 《离歌道》 周深的外语歌 《我是歌手当中的达拉崩巴》 再到他的专辑深的深 这样的歌路还能说载吗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周深的光芒可是钻石的光芒 可能沉淀的时间更长而言 希望你的经纪公司到期之后 选择一个尊重你的公司来合作吧 出发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也许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